从好空调到中国风 格力造战略大升级 作为一个中国企业 你打造了一个产品 即使为消费者带来一个美好生活的改变 同样你是带着中国形象 于变局中开创新局 直播推进营销变革 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国家 所以直播就演变成最后一个是文化传播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加速谈会上表示 大一当前百业艰难 但危中有机为创新者胜 这场疫情并没有打断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反而是让中国企业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 在中国目前以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之下 格力凭借着自主创新能力 再次向全世界吹起了一股格外给力的中国风 不仅是在直播间 在线上线下都收获了好评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家世界500强企业 来看一看格力是如何将危机转化成为机遇的 格力电器一直在创新 在探索 董明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企业经营一定是面临挑战的 格力就是在挑战中不断改变 不断突破 你看这风力多大 可能有的消费者不懂跑来想 这个好 这个风大 这个空调好 其实我们恰恰在好的时刻当中 又带来不好的东西就是风 长期在这吹一个小时 你人很不舒服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改变它 就变成了第二代 就这个就出来了 所以您是从消费者的体验感的角度出发 第二代算你看我们现在风在吹 但你在那吹不到 我就没有风对我感觉 而且很漂亮 但后来我坐着用用 我说不行 还有问题 就这个头身上就不好看 我在这儿是没有风 你在那儿可能也没风 我在这儿有一点 所以我就开始开发了第三代 第三代玫瑰 第三代就玫瑰 风全部对上吹 那玫瑰花瓣吹出去了 对对对 这个花瓣东西也不影响你的美观 你关了和开了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它风不对我吹了 所以是不是您的永远不满足 才带领着格力永远在创新的一线 明年再来还有高级的 用户需求是行业技术升级创新的强大驱动力 为满足更高层次的用户需求 坚持掌握核心科技的格力 不断创新新技术 新产品 服务市场 近日中国北京品牌评价权威机构 China Brand发布了2020年中国顾客满意度指数研究成果 及排行榜 格力位区空调品类顾客满意度再获第一 格力空调已经连续八年稳坐第一宝座 给市场上给社会一个承诺 我们做的是高品质的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广告一出来 其实后来加以豁响 大家而且在体验当中 今天还来了一批参观者还在说 他是说我们最早用了某个品牌 用了两年以后就不行了 第一年好像看不出来 第二年就不行了 不是漏水 不是反正噪音 包括耗电 后来换上格力十多年了 没有一次维修 其实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反馈都很高兴 所以这一次中国风系列产品的提出 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来把它们定位为中国风呢 这些新产品 这一路过来 我们围绕着什么 绿色环保 这个作为一个底线来做产品规划的 那么到了今天再讲中国风 实际上中国风 我们觉得在当下 过去讲中国制造 大家讲低值低价 其实一讲中国造的东西 就低值低价 它是一个符号了成的 那就中国造 实际上我们对中国造的理解 中国造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企业 你打造了一个产品 即使为消费者带来一个美好生活的改变 同样你是带着中国形象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那我们这中国风正好恰恰跟我们所有的产品联系在一起 我们讲健康 科技 环保 节能 舒适健康 等等 2020年以来 疫情倒逼线下市场交易份额 不断向线上市场转移 董明珠带领格力电器 积极求变 为线下门店探索新的销售渠道 开启直播之路 通过自有渠道 隔离董明珠店 建立线上线下 数字化垂直 渠道融合 跟随着总店和董明珠的直播 彭水熊也开始尝试在多个平台上直播和宣传 如今 虽然疫情的影响人未完全过去 但是线上加线下的销售还是战绩不错 整个大环境 受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们总体来说影响就不会很大 国风的推出 我们也做了相应的策略和调整 就是我们做家装节 包括直播 包括线上线下的活动一起 所以影响不是很大 后疫情时代的直播风潮下 销售数据已不是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 对于更加注重产品内涵 和文化精神的民族企业来说 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 将企业文化精神与直播场景特色融合起来 是新时代下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之一 我们知道在洛阳的这次直播上 其实我们中国风的系列一亮相 就收获了应该是上百亿的销售成绩 非常的抢眼 其实不仅仅是洛阳 您的每一场直播都是刮起了一大股的旋风 所以您是怎么来看 直播这种新的这种销售形式 特别是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讲 我们应该如何地来利用这种互联网的优势 来进行突破呢 直播原来就是线上销售 这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也在琢磨线上销售 但是在这么样大的一个团队下 一把线上销售 如果纯线上 就意味着我们把底下上百万人的这样的旧意机会 就灭掉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另外我们在直播上看到很多的是围电商品 甚至于我说的不刻意还是无证商品 这个鱼目昏珠的现象太严重 应该说消费者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 虽然你后来承诺 现在承诺什么退货不退货的问题 但你想想这些退货最终还是消费者是受害者 因为你运输本身就有成本 这些成本最终还要加到消费者头上去 说很多的行为我们回头看 还是多少是对别人是有伤害 那我们怎么样做到没有伤害 那么这次疫情发生以后 加快了我们把线上线下的结合 所以平常董明珠你也搞线上直播 好像我们就走线了 实际上我在做一个全新的营销模式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的直播 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所谓直播带货 这种传统的销售的理念 特别是像最近的几场直播 我们跟一些地区的这种合作 其实已经是为当地的整个产业提振 进行了一个带动的作用 诺阳又是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城市 几千年的皇城 古都 所以我觉得太有价值 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国家 所以直播就演变成最后一个是文化传播 所以在这个疫情下 我们要把全国互动起来 所以我们走了一个地方 一个走的地方再走一个地方 就把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特点 把它展示出来 那我们就把它互动起来 它就是一个内袭的拉动 对吧 洛阳去外 我们可能认识了洛阳 那我觉得格力可能贡献就在这里 提起好空调 很多人都会马上说出他的下一句 那就是格力造 这句家与户晓的广告语 刚好反映出了中国消费者 对格力品牌的信赖 在枝繁叶茂的中国制造业体系中 格力凭借多年的发展 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特别是在2020年 格力推出了中国风新系列 再次成为了空调行业的新标杆 而在这背后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研发团队 他们凭借着对中国制造的赤诚之心 让这股中国风吹向了全世界 疫情期间 格力积极响应国家六保六稳精神 引进5000多名大学生就业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一直强调人才对企业的重要性 在人才培养方面 格力也是唯一一个坚持自主培养人才的制造企业 我这么多年来坚持了一个原则 不凭国际人才 不引进人才 一定自主培养人才 其实我们中国那么多高校 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很优秀的 他们虽然学了一定的理论知识 但他没有一个大舞台给他表现 只有大舞台 他在这个大舞台中 从跳得不好 到跳得最后非常完美的舞姿出来 他是要锻炼的 不是你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理论就能实现的 所以这些孩子们到这来 我们尽可能给资源 让他们放开手脚去研究 就他们有想法的 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还会提指导意见 来满足市场 那么您觉得格力 手握着这么多的我们的创新的能量 又拥有了这么多的核心的科技 在未来格力要如何 让我们这股中国风刮得格外有力 格外给力 还是如果中国风能刮向世界 我觉得还是四个字 创造 创新 创新可以在你的过程当中去发展 而创造是没有东西把它变出来 对 只有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这是从我们讲产品角度 最重要的我觉得 要想把中国风走向世界 诚信二字不能忘 如果没有这两个字 中国风也是一句空话 从单一的空调制造 到多方位高端家电和高端装备制造 从依赖他国技术到自主创新 格力电器在不断助推行业 朝着创新多样化发展 正如董明珠曾经说过的 我们的使命就在于 在当下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中 用核心技术去改变世界 用高品质的产品去服务世界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 董明珠曾经多次提到的词 就是感恩 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 是涵盖很多面的 是对消费者负责 对股东负责 对国家负责 此外 他还不断提到 创新 改变和颠覆 借用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在采访中的一句话 格力未来的路还很长 中小企业长期被欠款 因何而来 甲方的权利与乙方的权利 在合同之中 实行了一种不平等的 一种交易模式 应收账款被拖欠 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很多中小企业 为什么不愿意做国内市场呢 建设信用体系 监督政府机构 大企业拖欠行为 中小企业权益才能得以保障 对他们要有所约束 否则的话 不疼不痒的 你也没办法来整个怎么样 在现代的国民经济生活中 中小企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小企业不但在数量上 占据着绝对优势 而且还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 然而长期以来 货交了钱还没给 工程完工 账款却迟迟不结的状况 也让众多的内地中小企业 压力山大 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中美贸易争端的持续恶化 使得内地中小企业的生存 更加是雪上加霜 如何让中小企业生存下去 走出困局 近日保障中小企业 款项支付条例开始在内地实施 条例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 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 希望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那么长期以来 内地中小企业款项被拖欠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国民经济又带来了哪些危害呢 2020年9月1日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旨在促进机关 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 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 有专家指出 长期以来 内地中小企业款项被拖欠的问题 已经把很多企业逼到了生死线 经济形势迫使政府出手 解决经济合同 应收账款的清建问题 中国的小微企业 无论是在应收账款的周期 还是在存货的流动性的周期上面 都出现了从两位数 向三位数的一个提升 过去是70到80天的应收账款的周转周期 现在已经到了120天左右 这对中小微企业来讲是生死存亡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他们一头不能从银行体系里面有效地获取流动性贷款 另一头又不能有效地按照合同得到相应的账款的支付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华部发布的消息 截至2019年底 内地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 共梳理出拖欠中小企业账款8900多亿元人民币 其中已清偿6600多亿元人民币 而2020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第15条就规定 机关 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 应当支付逾期利息 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 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定例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为做约定的 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 我觉得这个是我见过的文件里头最有操作性 最切尽中小企业应收账款问题的一个条例 比如里头讲到一个月结算 另外一个如果说你有很多这种拖建 它要征收一定的这种利息 然后如果大企业违反这方面的一些条例 它会上到它的这个信用体系 影响到它的信用等等 我觉得这方面都是这种措施 也非常的这种到位了 有数据统计 中国中小微企业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7% 提供城镇就业岗位超过80% 上缴利税占50% 广东是中小企业大省 中小企业数量超过500万家 2019年 全省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 实现增加值超过5.88万亿元人民币 贡献了50%以上的GDP 60%左右的税收 80%以上的新增就业 然而 应收账款被拖欠的问题 降低了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 让很多企业无法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有一个企业在做高铁的供应链体系 里头它应收账款 比如说它半年一个周转 它自己说如果说我能够提升一倍 就是一年六次 那我一年三个亿 我可以做到十八个亿 是吧 国内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状况 逼迫很多中小企业 转而向海外市场寻求机会 弱化了中国产业链的竞争力 特别是在广东 我们是一个出口贸易的大省 很多中小企业为什么不愿意做国内市场 就是因为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很多专精特性的这种企业 它有技术 它更不愿意把这个时间 发在这个国内的市场上 所以变成了我们很多优责的企业 实际上是国外大企业的优责供应商 中小企业是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 稳定社会 发展经济 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 是构成市场经济主体中 数量最大 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 相对于政府机构 大企业的强势 中小企业往往处于 乙方的弱势地位 这种不平等是怎么造成的呢 有数据统计 中国4000多万中小企业 平均每分钟就有两家企业倒闭 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 只有2.9年 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 10年以上的不到2% 换句话说 中国超过98%的中小企业 成立10年内都会走向死亡 而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状态 是造成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的 重要原因 从我们国家的市场格局上来看 中国的中小微企业 基本上处在价值链的下端 集聚在那完全竞争性的一个市场 也就是说 有一个单 有众多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 来抢这个单 这就给我们国家的发单方 甲方造成了一个现象 他们的权力远远高过乙方 甲方的权力与乙方的权力 在合同之中实行了一种 不平等的一种交易模式 中小企业数量庞大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内地很多中小企业都采用 奢账的方式 谋求同政府机构 大企业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 而这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甲方的强势 造成乙方恶劣的生存环境 那么乙方由于长期 通当了这个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 流动性的支付的问题 用你的钱干我的事 比如我们有些大企业 它本来应该不拖建中小企业 但是因为整个社会形成这个氛围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专门成立财务公司 来管理的应收账款 如果你小企业呢 你又提前获得这个资金 那你又获得利息 反而是反过头来做 所以它就变成财务企业 产业没赚到钱 企业没赚到钱 它是通过它的这个市场地位 它的这个不平等的地位 通过财务公司来获得它的这个利润 有一个企业 它说一年在财务公司的收益 比它自己开的这个 制造业赚回来的钱多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的环境 已经会给我们带来这个 畸形的产业的这种发展 此次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除了规范合同定例及资金保障 加强账款支付源头治理外 还加强信用监督和服务保障 其中第十七条就规定 机关 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 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 情节严重的 受理投诉部门可以依法依规 将其失信信息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并将相关涉取信息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依法实施失信承建 你政府你只要参与到商务活动 你都要有一个评价系统 你到底是属于什么什么类型的 你这个评价很低 人家这些中小企业 一跟你打交道 一看你不行 你说你怎么着 你要盖这个楼也好干嘛 你偿还能力很差 你没信誉 我们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从上面来解决 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 要做有个评价系统 对他们要有所约束 否则的话不疼不痒的 你也没办法来怎么怎么样 张洛宁表示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 将更有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 用一个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比方说 用大数据 引进大数据 用七块二链的技术 然后把企业和商务主体 都每个人都描眉画眼的 你到底是胖啊瘦啊 你的内在的东西 是怎么样的情景 改革开放以来 内地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日益增强 特别是近些年来 国有大型企业人员不断下岗 农村富裕劳动力 也在持续向城市输入 导致就业压力巨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小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解决了中国80%以上的就业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 中小企业款项被拖欠的问题 一直阻碍着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尤其在新冠肺炎和国际贸易关系 复杂多变的冲击之下 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设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实施 在一个方面保障了中小企业的权益 我们更希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 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保障市场经济生态的健康运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